11月8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六节创新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韩正指出,最近中美之间开展的一些重要高层接触,提升了国际社会对未来中美关系改善的正年预期 美国彭博社8日称,韩正的言论凸显最近两国关系的缓和 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一篇评论文章称,上月底以来,中美开启了密集接触模式 最新的进展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8日启程访美 报道称,在中美严重缺乏互信的当下,双方有意愿保持沟通,就让外界看到曙光 双方在短期内如此高的互动评次是近年来没有过的 据中国外交部8日消息,韩正在主旨演讲中表示 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 看淡和处理中美关系 我们愿与美方加强各层次的沟通对话、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 法新社称,由于出口管制、人权和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跌至近年来的低谷 但双方似乎都愿意修补关系 华盛顿今年派遣的一些高级官员前往北京 以期重新建立高级别对话 香港《南华早报》8日称 韩正是在旧金山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前几天 发表这番讲话的 外界预计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将在会议期间举行自一年前 巴厘岛会晤以来的首次会面 报道提到,韩正对中美关系的评价 以恰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访问美国 此行也被外界视作为中美元首会晤 做准备的一部分努力 美国财政部此前宣布 财政部长耶伦将于当地时间9日至10日 在旧金山同何立峰举行为期两天的双边会谈 联合早报称 此次会面将是中美关系经济领域高级官员 在四个多月里的第二次会晤 相较于中美在地缘政治、科技、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尖锐矛盾 双方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还是比较有的谈 属于低锤的果实 中国市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翔 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何立峰的访问可以说是对耶伦的回访 双方在财政金融领域达成一些共识是不难的 跟耶伦磋商是一个前奏 下一步可能更难一些 吕翔进一步解释称 因为现在美国一些反华政策多由商务部实施 这是需要突破的重点 最近要看两国在经贸关系方面能不能走出一小步 美国纠正既往的错误对中美关系来说是一个标志型事件 吕翔认为两国可以从贸易入手 因为美国对中国商品强征关税不仅伤害中国企业 实际上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来说也都是巨大的负担 美国政府如果能够修正敌对性的贸易政策将不仅有利于增进美国民众的福祉 而且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中美近期在各领域的互动频繁 彭博社称 从今年6月开始 美国已向北京派出至少4名内阁级官员 中国外长王毅随后于10月下旬前往华盛顿 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高级官员 上周 美国和中国举行了自2019年9月以来 首次以海洋问题为重点的会谈 本周一 美国和中国官员在华盛顿讨论的军备控制和防扩散问题 路透社7日报道称 这是自美国奥巴马政府实习以来 美中首度举行军控对话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关于核扩张核战略思想 政策或预算等问题 中国代表团没有提供实质回复 但该官员表示 举行这次会议本身就具有建设性 美国高级官员表示